今天这新闻又来看的是大家非常关心总统参英丸 紧张在月底出访中美洲 而且要去十天 那么也会过境美国来到纽约跟洛杉矶 那么北京照惯例都会表达一些反对立场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反对美台官方来往 但是白宫国安会协调官科比就表示 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不是新鲜事 中国没有理由有任何的反应 至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会不会在总统过境的时候会谈呢 白宫跟国务院没有直接回应 可比说这其实并不罕见 当然从过去到现在你会发现中国总是会从中作梗 所以国防部他们其实也有对此有一些回应 他说他们有因应的方案 那么已经掌握中共的手法 会研判最坏的情况 那大家就猜蔡英文过境美国 真的跟美国官员会谈 那会谈些什么呢 其中有一项极有可能的就是晶片 因为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龙头 每个国家都希望可以获得制作半导体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21号就宣布 这个资深官员会访问台湾跟南韩 这是部门成立以来第一次的出访 主要是希望强化跟全球供应链的合作 那么另外还有德国教育部跟研究部长 21号访台 这是26年以来 这德国的部长及官员造访台湾 而中国对德国也表达抗议不满 说要采取措施捍卫领土完整 那么再来看到还有捷克众议院的议长 预计25号也会造访台湾 而且会率领150位的精英 是近五年来最大的代表团 那面对中国不断的警告 捷克众议院的议长就表示 我们是主权国家 可以决定对话的对象 如何遵守一中原则 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完全是不甩中国 那么面对西方国家 纷纷力挺台湾 中国现在打算是软硬兼施 美国当然态度也不会那么的强硬 华府就宣布要跟北京 讨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以及商务部长可能会访问中国 这也是二月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最高级别的访问 中国一次态度好像也变得比较柔软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2号 就在官网上面报导说 美中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很高 直指说美中贸易战早就该结束了 双方是需要合作而不是竞争 话虽这么说 但是另一头中国也是顾着外交 巩固自己的势力 那么习近平造访俄罗斯 中俄两国领导人21号就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会持续深化双边战略跟经济关系 那么针对俄乌战争 中国是谴责国际向俄罗斯寄出的单边制裁 locals commitment 这个粘roportion 이건没关系 有声 彼得